但其实这个星期政治的气氛是很浓厚的 毕竟这个周末就是520总统连任的就职日了 不过最近由于物价飙涨 油电双涨 民怨四起 所以根据TVBS的最新民调 虽然马总统现在要好好的提振声望了 目前马总统的满意度跌到只剩下两成 但是不满意度却达到了六成四 这个数字是马总统上任以来 继八八水灾之后 不满意度最高的一次 等于是他上任四年的第二高的不满意度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有受访的六成民众表示 对总统未来的施政没有信心 江提马政府一肚子气 总统520就职前夕 掌声四起 不是鼓掌而是痛骂物价有点飙涨 根据TVBS在马总统连任就职前做了民调 总统满意度下滑到 百分之二十 不满意度高达六成四 是上任以来第二高 仅次于八八水灾后的满意度 值得注意的是 过半民众不信任马总统 百分之三千人还信任他 有四成民众认为 马带领国家走向错误方向 还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对总统未来施政没有信心 是历次的民调最高 游戏性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二 民进党519恰毛游行 有四成三的民众力挺 四成不赞成 不过种种危机数据呈现警讯 反映了选民不满 我选马总统真的是有点失望 因为一开始还蛮欣赏他 但是之后选上了之后 好像跟之前他所复刑的都不太一样 TVBS在520前夕 也有全台各地发起的 马总统听我讲活动 希望政府听尽民意 更贴近基层新声 田园新闻中红报道